再来是新北市长的选战 蓝绿阵营也持续的隔空交火 现在市长侯友宜办公室11号再开记者会 炮轰民进党参选人林佳龙提出了政策预算超过了300亿 至于他撒币把市民当成了潘纳 那么民进党立委跟议员也合体开记者会 主攻治安议题 反击日前三重警方抓同气犯却误认了 还殴打无辜民众的乌龙案件 加上新北市的枪击案频传 也大酸侯友宜的警察市长形象 已经从关公变成了公关 新北警方再惹争议 日前三重要抓同气犯 却把无辜入人认错独大 民进党折头矛头直指现任市长侯友宜 到三重最近这个所谓警察打人的事件 市长神隐了 将帅无能 累死三军 自年来我们新北的治安是不断的退步 侯友宜市长已经成为一个公关市长 关公市长变成公关市长 日以猛攻新北治安更点出今年至今 从三重汽车旅馆枪击案 到淡水社区枪项 至少十件枪击案件 再批警察市长侯友宜 却没好好顾治安 新北市的治安在这几年 不但暴力犯罪大幅下降 所有警察最重要的治安奖项 都是新北市拿第一 所以其实新北市的治安非常的稳定 侯友宜办公室这头则回击民进党参选人 林家龙政策大撒币 乱规划的这个政见 根本就是把我们新北市民当作攀纳 侯友宜列举林家龙政策牛肉 从青年成家基金到周游券 挖东墙 补西墙 撒币总计超过三百亿元 新北喉咙对决 治安问题 刚上撒币乱开支票 质疑两边阵营 隔空开战 接着从蒋高紫瑶 黄晨博 胡伟伦 新北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